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GoMarkets热门话题解析 我们知道现在最近媒体非常劲爆的一个新闻 就是澳洲有可能两年都不能涨房租了 那这真的是好事吗 我们知道过去两年由于物价上涨太快 导致很多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过去六个月澳洲媒体经常会报道的一个现象就是 某个家庭因为物价上涨太快 而无法支付账单 或者又有某个家庭因为支付了电费水费煤气费 而不得不减少每天的中饭等等这样类似的新闻 那首先我要说毫无疑问 在社会中肯定会有这样的现象存在 我们是不能否认 但是在目前澳洲的最低时薪 再次大幅上涨已经超过23澳元一小时之后 失业率还创下了几乎是历史的最低记录 在如此的情况之下 我想受伤更多的应该不是那些付不起账单的家庭 而是因为电费或者因为雇员费用上涨而不得不裁员 甚至于关闭商店的小业主们 因为他们才是澳洲提供最多工作机会的雇主们 他们也是为我们的生活增添无数色彩的来源 如果按照最低23澳元来计算一天工资 理论上就应该是在172元以上 工作5天 一周的收入就应该是在850澳元 一个月那就是3500澳元的最低税前收入 那如果是一周850 当然它是绝对是属于低收入 政府还会承担高达60%以上的幼儿园补助 加上各种的儿童补助 这个时候就算你要租一个普通的房子 那也绝不会或者不应该沦落到 要减少一顿中饭这个地步 所以很多时候媒体可能没有说明的就是 也许这样的家庭他们还会固定购买 比如说是红酒白酒 或者每周还会有家庭的聚会开支 这些都不写 过度的渲染悲剧化的描写 来博取公众的眼球 似乎这些家庭的悲剧 就是因为央行加息 和房东无情的涨租金 只要把央行行长换掉 只要把房东限制住 那么他们的生活就会恢复到 之前无忧无虑的美好光景中 我相信有这样的想法的 不仅仅是很多持有选票的租客们 甚至于连澳洲某些党派 其实也在公开的支持 要求联邦政府冻结涨房租量年 但是如果普通人这么说 那也就算了 如果一个国家范围的政党 把这个作为他们来争取选票的主要纲领 那就绝对值得深思了 难道这些人真的不知道这么做 将会给维州或者整个澳洲 带来巨大的伤害吗 当然了 从他们的角度来想 他们关心的就是选票 和所标榜的为民众 争取利益 但是实际上这个政策将会带来 所执行地区巨大的经济伤害 而且这个伤害 特别是对于房地产的伤害 将会是永久的 那我尽量不涉及到政治观点 但是有的时候真的是气不过 公然的恬不知耻的说辞 让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其实就在上周末 即将离任的澳洲现任行长 罗行长表示 通过限制租金的方式 来缓解这个租赁危机 只会导致住房问题更加严重 所以到这里终于有人是愿意说实话了 我们知道罗行长即将离任 所以他是无所谓的不怕得罪人 我个人完全同意他的判断 而且就在本周三 澳洲总理将会在国家内阁会议上 与各州的州长来探讨租金飙涨 以及住房短缺的问题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大量的住房短缺呢 是因为今年联邦政府为了拯救经济 而不得不开闸放人 导致2023年的长期和短期移民数量是40万 明年是30万 所以今年和明年加起来 至少会有70万人来澳洲 但是房子呢 别说是70万套 我觉得就算是7万套的增幅都估计够呛 所以导致租金上涨最大的原因 其实是来自于市场的供求关系 另外呢就是银行加息 导致房东转嫁了这个每个月还贷的成本 第二就是大量新增的人口 对于住房的需求 大大超过了现在的新增供应量 而作为主要西方国家的澳洲 一直以来都是标榜自由市场经济 如今居然要沦落到政府行政手段来干预强制冻结租金 真的是一个奇葩现象 其实提出这样想法的政客们难道会不知道租金上涨的真正原因吗 他们当然知道 那么既然这样为什么还要提出冻结租金呢 就是因为这个政策一旦得到执行 他们所能够收获的选票将会多于他们得罪房东而丢失的选票 但是如果租金是冻结了 那么房东的月供是不是也可以同时要求银行也能够冻结增长 每个月的增加呢 那每个月新增的移民数量是不是也会被冻结呢 这都不可能 所以即便是冻结现在的涨租 收益的仅仅就是那些已经住进去的租客 那么那些没有住进去 或者租约即将到期的租客将会面临一个什么情况 那就是租金会加倍的暴涨 因为房东们都知道他两年只能涨一次房租 那么他就需要在这一次的上涨中 要幅度等同于过去两年的涨幅 所以最终伤害的还是那些新的租客 也同时是房东 还有呢就是将会要执行这些政策的所在的地区和州 因为一旦这些地区开始执行这个政策 其投资房的回报率将会低于澳洲其他地区 从而导致很多的投资人本身要买这个地方的 会选择去其他地方来购买投资房 那么目前公开表示的人士中 保持清醒的似乎只有罗行长 他说到呢 解决住房危机唯一的办法 其实就是在供求关系中把供应提高 也就是建造更多的住房 他说到人们总是倾向于呢 试图用短期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但是在这方面 也就是住房短缺这方面 没有一个短期的解决方案 那么罗行长给出的解决方案呢 就是必须通过让房地产市场供应端更加灵活 那就意味着要解除当地我们说的local console 对于某些地区的发展限制 比如说原来只能规划造一套 现在尽量需要把它造两套三套四套 原来只能造一层两层三层的公寓 现在应该提高到四层五层六层 这样才能最终在有限的土地上增加更多的住房 当然这话说的容易 其实做起来是很难的 那么熟悉澳洲政治制度的朋友应该知道 澳洲实行的是联邦 州和当地市三级政府 相互之间其实是并不能直接要求命令 尤其是在当地土地规划和发展区域划分上 当地的街道政府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可以完全不听州一级甚至于联邦一级的观想 所以如果要在全国范围内 或者主要的首都地区修改那些土地的规则法 虽然我不能说百分之百不可能 但是基本上百分之九十九是不容易实现 因为这意味着需要从联邦到州 再到市一级政府全部要统一意见 统一方二贯彻执行 那么这个在澳洲这个效率你懂的 这个国家我们只能呵呵了 对不对 那罗行长其实还说出一个更加残酷的事实 就是无论是给人们更多的钱 还是限制租金的上涨 其结果都将会适得其反 因为前者给钱将会导致通过膨胀过度 后者呢 限制租金将会严重影响房地产投资和发展 所带来的经济损失将会远远的大于 冻结租金所减少的房租开支 罗行长还说到在大多数的情况下 租金的管制会降低供应量 对于这种政策呢 它在短期内可能可以帮助到租户 但是我们必须要有中长期的眼光 随着时间的推移呢 这会增加住房的供应吗 罗行长的判断是不会的 而且在实际上还会减少很多公寓的投资 从长远来看 它会产生更多的问题 那我们知道罗行长呢 就是这次加息之后的背锅侠 他现在不得不要退了 但是他实际上是说出了 现在在联邦政府内没有人敢说的话 就是啥呢 冻结租金绝对是一个下下策 那其实我本人呢 也是从2001年留学生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我完全明白冻结租金可以帮助到 现在那些已经签约的租客来降低成本 但是没有签约的人呢 或者说租约到期的人呢 如果我是房东 两年过了以后 我肯定要大涨一次 要不然 银行每个月在增加我的这个房贷 谁来给我还钱 而且印花税收入减少怎么办 大家都不造公寓了 不买投资房了 那么建筑行业怎么办 这些问题都不想 就是为了想单纯减少租客的生活成本 来牺牲整个房地产 甚至于整个澳洲的主要经济 我不知道制定政策的人 他们的数学是谁脚的 我们来总结一下 虽然现在的物价增速依然很高 但是从长远经济发展来看 从澳洲主要支柱的房地产发展来看 从房东和投资者的角度来看 以及从租客长期的租金角度来看 目前提出所谓的冻结两年租金 绝对不是一个好主意 这是我的个人意见 好了 感谢您收看我们本期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